因为有个朋友以前第一次做那个车拉机车 这没有声音呢 No, we're turning 老大很好奇 去到哪里都拿这个相机 也好,记录一下瞬间 但是他拍老大又不回看 他就是这个过程觉得很过瘾而已 是不是没有搞安全带 对,安全带是左后 左后,左后,我后面的这个安全带 安全带靠西 安全带靠西 沈沈,哪个位置你要记一下 你中间的位置 哦,记了 哇,那么重的充电吧 我中少充电 那个我也不记得到好充电 反正跟我充十次八次的 对啊,好厉害 这个我过充电是不能过的 对啊,因为太大容量 可能两万充电吧 应该是 是啊 我买的就一万充电 反正我坐地铁啊什么的 我给你上 哦,我给你上 那很难哦 所以我就丢车上 对啊 现在那个中国的行业 现在行不行啊 呃 融市不行 所以现在 是啊 现在因为政策不行 搞得我们也 行业也是很少 少了很多很多 少了很多很多 哦 比往年比起来 真的是 算是 算是低估值 有时以来的低估值 是啊 就是说没有新开的楼盘 没有 对 房企都不行 嗯 但是 国家有投资 那些公共事业那种呢 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那些 其实相比于那些房地产来讲 他那个收入是没那么 没那么多 利润没那么多 对 那个公益性 对啊 他那个扶持性的东西 嗯 我们可 赚的其实也很少 而且有时候他们说 政府欠的钱还更难 对 是的 我们现在也是 三角债很多 很多 对啊 又是 他前面又是 又是政府的项目啊 教育局的项目啊 全都是这些是要 要给他们开绿灯的 但是后面你收钱的 就 就很忙 对 他不给你也 不能告 他 其实他本身也没有钱 他真的是也没有钱 他那个 他自己的财政也是 是 因为我同学那些 事业啊 公务员都说 减薪 没有直效 对 对 你开了那个风 需要关窗吗 需要关窗吗 关了 因为那风吹得重吹了 好的 拍个空调 不现在这几天不是又出了新的政策 所以搞了股市行情啊 嗯 都搞得又轰轰 但是 炒股有没有炒股啊 没有炒股 炒股我觉得也是很帅 炒股 可能 可能我不太行 对这个领域我有点 就没有那个敏感性是吧 对啊 真的跟赌博一样是吧 是啊 就一直蒙 蒙得上 就这样蒙不上去 对 对 而且 有同事我不炒 但是同事啊 有炒啊 然后反正听他们交流来讲 他们的股市也不乐观 对对 所以就算了 我就抱这个想 对啊 套好久好久 然后就 你不断要投钱进去 就是说 填补之前 要不呢你就永远都在一起 所以现在这几天很多人说火爆 其实是很多是套现 刚好扯平就走了 那还有有些人有一些赚得很厉害 其实很多就是平常 现在 国情也是这样 过两年看看他是不是把那个 房地产那些建设项目给开放了 现在都放开信购 嗯 可能 但是放开信购也有一个毛病 就是说大家都往大城市里面 是啊 你下面这种二三线的城市更加的 就没有投资的 对 我们去年 今年7月不是回来吗 对啊 就是租个车 还有钥匙 今天去租车 没有了是吧 对啊 说没钥匙 没有 他说用手机 但是因为我们是境外的手机 收不了验证码 收不了验证码 就等于开不了手 他就在那里磨染酒 我说 要不就是给一辆有钥匙的车 要不我们就租其他车了 对 然后他就 一海租车 就说 行嘛 有一部车 但是味道不怎么好 我说什么味道 他说 就是他那车里面的皮革味好像有点重 哎 那个有什么 有什么 就就 有的开就行了 后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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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叔叔 对 说 哎呀 就就不来三两三个月又 人家又突飞猛进 我们都跟不上 是 我我都还不知道 我都还不知道租车已经这么这么这么 智能化 是 这个也不好啊 其实 对呀 我说 我说手机 我说手机 因为当时候是用我的手机download一个APP 对 他说 那个叔经常跟我是分开的 好像我不开的 他开的 你又拿我的手机经常去弄吧 我说 哎 打一打 我说 我说不行 我说我要把那个APP 移到你的手机上 重新 就说 用它 他又不想拿出一个手机号 就说 因为 他不想带两个手机 你看 他那个现在手机都是漫游回来而已 就说这几天用 嗯 所以真的 有时候挺烦的 就说 就接轨 真的 在外面接不了轨 回来重新搞一套东西 我说 再 再下次回来就是 罗伯快跑了 根本都不给你住车 我说 原来就弄一个车给你 上去 跑 他现在 呃 澳洲那边有吗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城市 已经开始 那个 五人驾驶迪士 我知道罗伯快跑 对 对 他们不是说 派在路上都没人理 对啊 这太恐怖了 没有 那边呢 最多就是办自动化 就是说可以自动拍车啊 呃 你说有时候就说那个 驻驾驶的功能都有 嗯 但是 还没到说 不飞猛进到说 没人 无人驾驶 火车就有 汽车站是还没有 因为他觉得 哎 我们那边那个5G信号 跟这边没法比 因为我们去到 但凡就是说 偏僻一点地方 都没有手机信号 信号就没有 这边我们去哪里旅游 到哪个大山里面都是很 基本上 对 基本上 整个外界 有点连行 这个车 你们回来的时候开车 堵不堵啊路上 我们 不是 从机场就是跑 那个南有高速过来 哦 南有高速 哦 对 走从左就没有那么 对 南有高速就 有余的车 说之前 拥堵了10公里 嗯 就大概用了40分钟吧 就 过去了 就说有个车破了 然后后面过来一直都没有上 那就差不多也是三个三个小时 二十分左右就差不多到了 三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 我知道广坤不行的 我那个有个同学去湖南 昨天 今天凌晨两点钟 用了13个小时开了700公里的时候 累死我了 跑了半天广东都还没跑出来 昨天 昨天我看我也比平时花了差不多 将近多了一个小时左右才讲到 多了一个小时还可以 对 昨天 因为 因为妈妈 妈妈不知道吃什么了 妈妈 拉肚子 然后那个 不是说你媳妇也拉肚子吗 不是媳妇没有回来 对媳妇是这几天 这段时间过来都拉肚子 她 她说好像是什么 因为体内什么湿气 是热气什么的 没有 有时候可能是有一种肠病毒 可能会大家互相就传养 特别是共用卫生间的时候 所以你要消毒水 要消毒洗手间 我觉得是有肠病毒 肠是肠 肠病毒 他们说有个肠子的肠 就是有一种 我们那边有时候叫肉乳 但是很多种肉乳病毒 幼儿园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人拉就搞得肠斑 都一起来 其实也是一种病 她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算下来 好像从开始到现在有一个月左右 家底洗股不要喝太多奶茶 动饮 这个她真的她倒是不喝 她都不喝 她都不喝 然后我们去检查 我们去给她验过血 验过便 都没有问题 都验不出什么问题 那是她本身的体质的问题 她本身 那这么多年来 这回这么这么 这么长时间的也是第一次 以前也久不久会有拉肚子 但是一两天这样也就好 但这一次呢 就持续特别久 那个有没有去看中医吗 你要去看西医 西医也看了 就是西医的话 我们也去验了血啊 验了病啊 验病就看有什么病毒啊 对啊 但是也没有验的出来 然后现在 然后现在就是看中医 现在就开始看中医 因为她的她妈妈 她妈妈就是我丈母娘 她也是 她也算是半个中医那种 她就看出是她体内就是热气啊 然后湿气了 然后就让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调理一下 那就煮中药了 煮中药 我不是跟你妈妈说要再拉你帮你们去